作为与美国西部片 日本五十片齐名的世界级类型片 中国武侠电影近几十年间产生的经典不计其数 要选出一部经典中的经典当然很难 但如果说有一个电影 它像007系列一样经久不衰 像超人洛基一样代表了民族精神 它超越了武侠片的格局 同时兼有现实主义的厚重历史感 那么很多人都会同意 这个作品只能是黄飞鸿系列 兄弟百千丈 眼光万里长 我把灯土墙 做好汉 做个好汉子 每天要自强 热血淡而寒 比太阳更光 黄飞鸿 生于清末广东佛山 梁宽 林世荣 鬼整七 都是真实人物 十三一的原型 十七七莫贵兰 黄飞鸿 你是我们黑旗军的教头 你收编他们 做民团继续操练 一旦有强敌打来的时候 他们就可以保家为国 黄飞鸿是曾于镇南关大败法军的刘永福的黑旗军总教练 1925年去世后 在广东民间一只声名不舵 被看作是狭义道的代表人物 其最早被搬上一幕 是1949年 关德兴的黄飞鸿传 这一形象也因此深入人心 关德兴最后出演黄飞鸿 是1980年的林世荣 这一幕可说是那个长者之风的黄飞鸿的最佳缩影 高师傅 隐正隐正 高师傅 真是对不起 阿荣打伤了你的门人 我一定会处罚他 我保证今后 不会再有这种事情发生 请你多多包涵 好 黄飞鸿 我就相信你这次 下次你的徒弟再折到我头上来 听着 我就拆掉你保值林的招牌 1991年 新一代黄飞鸿问世 如果说关德兴的黄飞鸿 代表了儒家时代的中国人理想价值的投射的话 那么徐克版的黄飞鸿 则代表了中西文化碰撞中成长起来的 一代人的思考与理想 这个黄飞鸿更真实 更人性化 会有自己的局限 自己的痛苦和茫然 但眼界也更广阔 心胸更博大 他不再是无往不胜的玩人 而是一个在青年时代 生逢乱世 而不得不成长担当的黄飞鸿 影片幅一开始 便定下了以觉醒 愤发为底色的基调 日出东方的背景 正是少年中国的意境 是对中国精神重新确立的理想 香港150年间 一支华阳共处 面对西方文明的冲击何去何从 是现代中国人的最大心结 黄飞鸿中的每个人物都具有象征性 猪肉龙正直 一腔肉血 但却视野狭小 雅擦苏接受西方教育 但丢失了民族根基 从英国归来的十三仪 介于两种文化之间 成为黄飞鸿的最大指引者 黄飞鸿则是一种特定的历史下 电影所寄托的中国人形象 他的眼界是狭小的 但却没有固足自封 自欺欺人 而是不断学习新生事物 一旦发现自身的局限 即立刻决心改变 在这个人物身上 你可以看到所谓 以今日之我 打败昨日之我的进取精神 和思则武 物则行 行则高远的 中国人理想人格的所以 影片另一主题是民族列根性与悲剧性 男儿当自强中的小女孩是一个悲剧 纳兰元术式悲剧 这个在整个系列里最让人心折的配角 视野开阔 武功超绝 身具英雄气质 但作为满人的他 摆脱不了对蜻蜓的语衷 看到西方人对革命党的支持 便转而帮助白脸教 最终死于黄飞鸿之手 男儿当自强中有一幕 是纳兰元术到使馆抓捕革命党 门口一个个白脸教徒 那些人脸上不乏忠意 话语也不乏慷慨政治 大人 我们只是想赶出杀羊 再说白脸教徒是不会自相残杀的 可是 他们却是一个愚昧时代的牺牲品 诗王争霸中的赵天霸 在街上大大出手 杀伤多人后再将诗轻夺回 他的狂笑伴随着哀伤的音乐 以他为代表 应天多次表现了那些毫无意义的内斗 特别彰显了这些与人斗 其乐无穷者的丑态 谁是咱们大平豪最威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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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其中刻画最深 最具力度的悲剧人物 还是任世光饰演的严震峰 这个混杂着高贡以屈辱 骄傲与自卑 交替着正义与反派的角色 甚至可以说 是中国电影中最具感染力的角色之一 严震峰被火枪打死后 黄飞昏的眼睛里满是悲哀 是哀其不幸 怒其不争 尽管在这样持续的悲剧中 勇士也会动摇 你看看这群人 为了尼泊塞 连命都可以不要 何东兄 快走 往哪儿走啊 每个中国人都好像他们一样 就没得救了 中国人没得救了 走不了了 走不了了 从哪儿去 走不了了 但结尾的一幕 却昭示了光明终将到来的信念 万人招阳长照国土 莫忘历史鲜血满地 袁和平等人的武打设计 在黄飞红系列中达到很高成就 第二级黄飞红面对墙底 仍能听出弟子所烧的不是名册 第三级黄飞红与人比武 一招令对手失去平衡 却又恰好让对方不摔倒 为对方留面子 令对方心服口服 都是神来之彼 黄师傅 承让了 对不起 是你了 黄飞红 今天给你面子 好极了 拳脚小功夫 容人大丈夫 今天晚上我在三校楼摆两桌合作酒 请大家来拒绝 李连杰与真子丹的鸡肠笔棍更是华彩运章 黄飞红系列的角色无不各具神采 以少林小子形象世人的李连杰 竟能演出一代宗师黄飞红 关之林演的十三仪见识广博 思想前辈 而黄飞红则传统持重 正是这种差异 增强了情感的戏剧性 十三仪 小心 从第二集墨少聪取代原标 梁宽一决 也从此嬉笑怒骂 一身是戏 无论是对黄飞红的敬畏 被十三亿大暗恋 得意识的小人得志 被训斥时哭丧着脸孔 胡夹虎威而又头脑简单 无不拿捏的恰到好处 还有开始蛮横无知 不成人形 后来渐渐觉醒的鬼角七 坏到可笑的赵天霸 纳兰元树 刘永福 猪肉绒 无不是让人难忘的经典 而最经典的 又要属刘巡饰演的黄启英 刘巡本是京剧 乐剧《武圣灵家》 把黄启英这样一个老派 而又开明的老人 演得入目三分 开场一段舞打 动静之间 举重若轻 见识一代宗师企图 后来的一系列行为 也是真正的长者不封 我看你还是留下了 治好他吧 你还没走 最有趣的 还是黄启英面对儿子 与十三一婚事实的表现 让人想起李安导演的喜宴 只不过更轻松 也更喜剧化而已 王王王 这个情形 应该说两句了吧 我看 那些旧石头 全扔了算了 过了十的东西 就不应该留着它 归交期金牌 李大人 所谓胜者为王 败者为寇 刚才天炮一响 如果没有天灯挡枪的话 胜负归谁 还真没人知道 现在金牌在我黄某的手上 并非我赢了 大人为了大嫌我民身威 而办的这场尸王争霸 死伤这么多人 在世人面前 其实我们都属 以小民之见 我们不只要练武强身 以抗外敌 最重要的 还是广开民智 智武合一 那才是国父民强之道 区区一个牌子 能否改变国运 还请李大人三思 这金牌 留给您做基点吧 告辞了 虽然狮王争霸结尾 黄飞鸿的慷慨陈词 在多年之后 忽然在大陆走萌 但总的来说 这是一集欢乐英雄式的故事 也是中国武侠商业篇的 免贩之作 暖建成所有的奸命 是中国新来的 我会不ال 这一iği的虚偶 宇宙好 信心欢乐 当男人ene激 温少上长 rose 投 commands as their young 但您为好 不能再者 智福之из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